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了张宅端版的清明上河图作为基础 再结合这个现代版的 看起来才更有意思 不多说了 先上图 由于图太长 我们还是分三个部分来看吧 一 郊外郊外好不热闹 由于汉京人口太庞大 管理者们不得不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 你看 在郊外 到处都在搞开发 拔掘机和工人们 正在热火朝天 马不停蹄地施工 工地现场是一片混乱 树木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但还是有一大方人在那里看热闹 几个专家也在旁边研究图纸 准备规划新的蓝图 而在更远处 貌似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有人已经遇难了 刑警和法医们都到了现场 正在做刑事勘查 看来 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总是让人堪忧 再来看遍河边 原本是张柴端化的草运码头 现在变成了垃圾处理厂 无数的生活垃圾就明目张胆地倒在那里 也不做任何处理 看来此时的汴京城市化建设还不够完善啊 二 红桥红桥 简直成了城管的天下 这里人气比较嘛 摆摊设点的自然是少不了 但是占到金银的 可又得兜着那儿了 因为城管要管 你看城管车上装的那些东西就知道了 这是在坚决打击影响事工事贸的行为呀 画面中还有几个城管 正在对战道金银等不法行为进行制止 桥中间由于太拥挤 还有交警在那里指挥交通 看来张宅端底下的那起轿子和马征路的事件 就完全不必担心了 为了解决交通事故和纠纷 桥头上还装了摄像头 这真是挺先进的 瞧下面 水资源也不能浪费 有生意头脑的商人们 用了些游船来经营 让游客多了一项娱乐活动的同时 把当地的经济也带动起来了 真是两全其美呀 三 城门城门可是黄金地段 寸土寸金 城门外 明显感觉这里的人要成爆发户了 一边是紧急动员大家拆迁 早签字早享福 一边又是开发的新项目 清明上河别墅 已经卖到了天价 看来 这里已经被开发商看重 将要打造成未来的富人去啊 城门内 那可是重头戏 一家娱乐场所正在接受一次严格的检查 似乎这家娱乐场所经营的项目有问题 里面有好多客人和姑娘都被抓出来了 蹲在那里 双手抱着头 还有几个为了躲避检查 甚至光着身子藏到了屋顶上面 殊不知 刚好被街上的行人看个一清二楚 真是无所遁形啊 才往里走 还有一起车祸 貌似一辆豪车撞倒了一个平民 一大群人正围在那里找司机平里呢 哈哈 张宅端要是看到他的名作被恶搞成这样 到底是想哭呢 还是想笑呢 明天继续 本文作者鼠山笔霞 一个文章会说话的历史作者 专注原创 拒绝抄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